委内瑞拉外交部长阿雷亚萨12号在联合国总部说 希望国际社会推动解除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同一天自封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的瓜伊多说 他的团队将在2月23号把美国提供的援助物资运入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阿雷亚萨1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记者会 重申委内瑞拉政府愿意与反对派对话 尽管没有前提条件 但他暗示反对派必须切断与美国的关系 阿雷亚萨当天还表示 委方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推动解除美方制裁 使委内瑞拉摆脱封锁 阿雷亚萨说美方干涉只会使局势恶化 制裁正让委内瑞拉民众受苦 就美方向委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阿雷亚萨重申 委方经济问题系美方封锁所致 美方援助是政治手段旨在动摇委方政府 另一方面自封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的 瓜伊多12号在首都加拉加斯表示 人道主义援助将于2月23号进入委内瑞拉 他没有提及物资以何种方式入境 但声称已经由网络招募数以千计志愿者 协助运输 有消息称 一支在由美方物资的车队 上周抵达哥伦比亚东北部 靠近委内瑞拉的边境城市库库塔 瓜伊多方面在库库塔设有援助物资接收点 美联社报道称 鉴于委内瑞拉政府禁止美方物资入境 瓜伊多动员支持者协助物资运输 构成潜在风险 可能导致部分人与军方警方发生冲突